通常渣男很容易在剛認識的時候 就一直誇你的外表 對你認真的男生 他喜歡但是他不會講出來 越是認真越會小心你 渣男最容易就是約那種晚上9點 可以約在酒吧 還跟你臨時約 對你認真的男生 他會提前問你哪一邊有空 而且詢問你的意見 你想要去哪裡 你想要吃什麼 渣男一定是說的 要去吃 你去找他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訊息愛回不軌 消失 想要人陪的時候才怎麼要出來 一種玩玩的男生我們同稱為渣男 通常渣男很容易在剛認識的時候 就一直誇你的外表 不然你腿好長 不然你眼睛好漂亮 瘋狂的讚美 對你認真的男生 簡稱認真男 他會看他喜歡 但他不會講出來 他怕你覺得他是不是那種花心 越是認真越會小心你 但渣男沒有差 不吃這一套他就找下一個就好啦 再來就是看他如果要約你的話 他都是約什麼時間跟地點 渣男最容易就是約晚上9點 所以約在酒吧 還跟你零食約 你要不要現在出來一起去喝一杯 對你認真男生 他會提前問你 哪一天有空 而且詢問你的意見 你想要去哪裡 你想要吃什麼 就算是白天他也很開心 因為這樣子你們都可以相處更久 還有更多時間可以了解 渣男不是的 渣男只是為了晚上方面做什麼事 你只是他拿來填補空虛的一個工具 不答應他的話 那我就找別人了 反正 要說跟做的比例如何 渣男一定是說大於話 你需要他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在哪裡 訊息愛會不詭 逃失 想要人陪的時候才會說出來 這種怎麼可能對你認真的 真的認真的男生 從你的眼神有一點點不對勁 他馬上就緊張了 他馬上問你需要什麼 直接去行動 他不會把這種喜歡你什麼 掛在嘴邊 但是他就是去做 就是把你的事當作他的事 這個才叫對你認真的男生